今天带朋友欣赏一块这个 黄纳式的这个摆件啊 这个石头呢 从这边看呢 好像像个人物啊 人物的这个这个正面头像 两个眼睛生线的眼窝眼睛 鼻子嘴巴啊 这么这么这么个一个感觉啊 但是作为摆件来说 他也具备了这种悬空 你看这里带点悬空的这个 这个味道啊 感觉上这个 呃因为有凹脱 有悬空 所以说这就符合了自然这个摆件的一个 这么一个特征 第三点呢 他底是平的啊 天然的平底呢 也给这个石头呢 增加了一个加分效啊 所以呢天然平底的话 他就是这个 呃在石头的 选用地桌上 不用独废心思啊 这是一个是稳心安的这么一个 一个一个概念啊 再返回来看呢 这个图面呢 这一面的图案 其实我觉得也 也挺有看头的 这面一个图案 首先这么一个印象一看啊 因为他这是都有凹脱的啊 都有有有有这个线的感觉像什么 第一眼看呢 就像一个人物的侧面像 像什么人物呢 就是那种勺制的瓷器啊 什么样的那种头像啊 你看他的一个弧度啊 很像那种瓷像啊 他这个 他这个侧面 连在地面啊 整个一个侧像 奥特有致的 我觉得还是 有一定的这个这个 观赏性 就主要就这样 这样来看 是有一定的 这个这个用味啊 所以说这个石头呀 真的就是 靠你去观察和想象的 它不是那么具象的 具象的话就是 就是人工克制的 那是当然最像的 这就是 这样看就是 四象肥象字节啊 就没一个种感觉 好嘞 今天就和大家欣赏到此 聊到此 这边块石头 拜拜 角度不同看 平行角度